曾参加2009年快乐女生获得第9名的女歌手曾益可 6月17日下午在北京机场办理自助入境手续时 被关检人员要求脱下帽子接受安检 但他不配合 录制该名关检人员不讲道理滥用职权 事后更在微博发帖留言称 还说我骂你 在你有严重错误的情况下 我骂你全家又怎样 并发布部分打了马赛克的该名关检人员的证件照 随后自行删除 北京边检随后发布通报 表示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是曾益可被要求脱帽时 对关检人员爆出辱骂 两次对官员拍照干扰执法 但考虑到她是公众人物 且情节较轻 经查验证件后放行 事件曝光后 支持关检人员执法的网友直言明星没有特权 并和曾益可的粉丝引发骂战 从北京边检的通报也透露一个信息 就是曾益可被安检人员安排进小黑屋之前 曾经辩称自己爆出并不针对官检人员 但最后还是因为自己的态度不好 被官检人员请到了小黑屋 而曾益可在遭受各方面的批评后 在6月19日终于认错 曾益可在微博发文写道 我承认自己前两天言行失当 难以相信自己当时竟是如此情绪化 在这里我向所有人致歉 如果有机会 我也愿意对当时的警官当面说声对不起 对于自己这一行为造成的影响 我愿意个人最大能力承担后果 而曾益可这条道歉微博 短短几个小时已经有超过10万条的评论 不少人质疑 她是被通报了才道歉 而曾益可经纪公司摩登天空的工作人员 19日在回应记者访问时 表示曾益可接下来的工作将全部暂停 当天经纪公司也发表声明 表示曾益可将不会参加在长沙举行的草莓音乐节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